什么叫成功? 如果两者都能成功叫老婆 我们人急着成长 我们又在叹息失去的童年 年轻的时候我们拼命挣钱 把我们的身体累坏 年长之后我们拼命又拿钱 来补自己的身体想恢复健康 我们担心自己的未来 但又不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们天天不知道想干什么的活着 既不活在当下又不活在未来 感觉自己永远不会死亡 临死前又仿佛自己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有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只老虎 其中有一个人赶紧蹲下从背后 取出一双运动鞋换上 另一个人看了骂道 你干嘛?你再换鞋也跑不过老虎啊 换鞋的人说 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这个就是告诉你们 在二十一世纪人没有危机感 那是最大的危机 你看到别人的飞机失事 别人生癌症 别人的家庭破裂 别人的孩子跟父母亲闹翻 你要想到有一天你会不会这样 所以一定要修心学佛 防止危害和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 别人不学佛 别人会有灾有烦恼 然而我们自己要先换好鞋 才能逃出人生的苦难 只有先救自己 我们才能救度众生啊